Hello,Jayme Hello,我是Li Hello,我是Li 我們是阿咪拉的Li 還有一個不特別的特別來賓 嗨 謝謝 我是Li姐 就是零點點的就是東大 Yeah 他們兩個是很大便的 然後私立學校的Top是 這是我們的研究室 有一個阿仔 然後呢他坐我旁邊 我就是一直覺得他身上有個味道 我就問他說 那個什麼什麼菌 你是不是沒有吃到 因為其實東大的話商界就還好 比較多的還是官員 或學術界就是當研究者 或者是教授這樣 我其實來日本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真的很想要當官 對啊 當官是一件很 好像很優秀 然後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們的官好像真的不是很好當 很難考 而且你考進第一階段之後 你要進哪一個省其實很難 對對對 因為我前夫有考過 他們叫做 國家公務員一種考試 然後那就是當中央政府的官僚 對 然後那個考試很難 可是可以過 那問題是 比如說最想要去的那集 有什麼金蟬省啊什麼 對對對 那個真的是超級困難的 就你今年念過 然後你其實是可以一直考 可是你就不能再念這個省天 對對對 你一定要換 然後基本上其實 因為我前夫是新的嘛 所以他就很合力啊 那他自己還是 唸錯學校 對對對 但是 東大就真的 對 就是東大會是一個 有一個那樣的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 跟我同一屆畢業的人 他是女生 然後他可能也是滿早 他就決定說 他要去公務員 所以他大概畢業前 這算好遠 他畢業前半年就開始準備 我覺得那個考試好像還蠻難的 就算他可能從學部到大學 他都已經是東大的女生了 也不一定考 他也是很用心 然後他要考英文 英文也要很好 對對對 然後後來他就考到 那他就是進了 我記得是環境神吧 因為我們是做比較 能源相關的那個時候 所以他就進了環境神 所以他有進到他想進 有有有 然後他的第一名 然後他的男朋友 就是那個時候一起準備考試認識的 也是東大的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幾乎全包 對 大家會以為日本的 對 門面上的政治文物 看起來都很欲准 看起來他們的背後 是非常優秀 國一級現已改成国家総合職 俗稱的職業館流 要成為職業館流 必須通過非常激烈的比試 而其中合格者 東大畢生佔了絕大多數 日本大學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答案 就是他們有那個 校隊文化 校隊就是我們叫 牌牌牌 然後這個其實很 很有特色耶 因為其實像電通這種 一次招一兩百個人 超愛招牌牌 超愛牌牌 體育會線就是比如說野球 然後足球 然後比較大的 柔道 柔道 然後牌 健道 體操有嗎 體操也有 就都算 然後還有 還是體育的 還有橄欖球的 對對對 這兩個 然後這種的話就是說 其實他不管說你 差了幾屆 就是你只要是同一個學校 然後譬如說出了社會 然後就說什麼 我是什麼什麼 對的 然後 不一定要同一個學校 一定要同一個學校 要同一個學校 同一個學校的那個 同一個學校的那個 同一個 應該是對 所以不同學校還不行 不行 然後只要是同一個 因為他就會照顧你到死 他就會把你當公司 要退休嗎 他就會把你當成是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家人 就是如果你 譬如說那個時候是在找工作 他就會想盡辦法介紹 幫你介紹 你想要進去的公司 對 然後不然就是上程度了 真的 然後如果你家庭也有什麼問題 他就會幫你解決 然後就是吃飯什麼 他一定就是學長也會全包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深的一個 連帶關係 對啊 可是我們在台灣其實應該沒有 對啊 沒有 只會說 是喔 你以前就是會稍微寫聊一下 但不至於照顧到底死掉吧 沒有多誇張 不會 你找工作 你寫你的專長 你的興趣 這方面 很會被送示 他會問你說 你學生實在最好是什麼 對 怎麼遇過什麼奇怪 就是一個話題跟一個價格的重點 就可以直接完全聊下去 對 就可以 對對對 那我就想到我有一個就是 諮詢的時候的後輩 就是德勤的時候的後輩 他是輕易的阿美福多的人 然後他就是到現在就是常常會被各個 就是大公司的會長 是會長輩 會長都已經幾歲 七八十歲 那這樣他做諮詢就很吃香 對 然後就是七八十歲的會長會 對 就是阿美福多的人 對 那麼久以前就有阿美福的歷史好久 然後就會邀請他 然後就會問說 欸我想要介紹我們的孫女給你認識 哇連老婆都可以幫你 哇身邊相親 連這種都會一起 就是事業愛情都有 可是你看他就差了期待 然後我就覺得很 哇靠喔 然後就會說 你都不會覺得有隔閡 他說不會啊 就只要講到就是 當年 只要這樣 對 想當年 而且他們會有那種 戴戴相傳的一些什麼傳說的男女 喔一定會 台客開K 台客開是日本大學校隊的學生自治會 台客開K則販識台客開的人 後來衍生為這件容易有的信念 比如重視上下關係 認為要多忍耐等等 所以你進隊社團 其實你人生就是 對 就是要 我覺得是滿辛苦的 就是其實他們真的很中學歷 首先你要有一個有名號的大學 你要在大學裡面還有 還有JAMI也是啊 還有老師 是明星的老師教的指導的三名單 對啊 這台灣沒有 但是日本有 就是你的租 收 畢業論文是給明星老師指導 就是那個業界比較有名的老師 然後他那邊也會給你就是比較多資源在就職上 因為他會不要多畢業生是在你小學夜間 然後去進校隊 反正真的很累 就不能只念書 好累喔 對啊 真的不能只念書 還是要拓展自己的一些關係 然後跟他們打好交代 打好交代 會因酬嗎 可是沒有怕 對 這都是一些就是 表面 酒肉朋友嗎 事業上的朋友 我不知道 可能沒洗澡的人有真心的朋友 但是我教得到 那感覺你沒洗澡的人是教的都是真心的朋友 對 而且我們那個 同一屆那個大正妹 他就說 我們同樣 那兩屆的所有的阿宅裡面 他唯一一個覺得 他可以教我們只有那個臭臭 就是他很臭我也覺得他好 因為他很有趣又可愛這樣 反而擄獲了正妹的放心 大家都變害 臭之夫了 對啊 日本大學的一種教育方式 通常會冠上指導教授的名字 如 Takashi Zemi 大學新生 需要選擇加入哪一個Zemi 明星老師的話 通常還要甄選 我知道早大跟慶應的他們感情是不是不錯啊 早大跟慶應的感情是不是不錯啊 沒有 不是因為在台灣的校友會 早慶應是會定期辦活動的 但他們就是非常開機動的 會合作辦很多活動 我知道的是這樣 在日本就是早慶應就是 在那個 兩個打棒球的時候 還要忙起來 動員學校去加油 還放假欸 早慶應就是 喔對啊 早慶應就是 大學棒球隊 兩隊校隊 遇見 會分外眼紅 然後會 大家都一起去加油 我也去過 啦啦隊跟議員團都很擋的 根本看得到 頭上 真的假的 全部被擋住 欸他們會這樣嗎 而且可能 而且可能因為 立正我也不認識選手 要不然妳就是坐太後面了嗎 所以我真的 因為我不認識選手 妳很難進入 喔 對啊 那邊哪邊哪邊 對 對啊 但是那天放假 那天放假 那天放假 為了要 為了要讓大家去 球場加油 東大的那個棒球隊 都被大家排除 對啊 因為 東京都有六個大學 然後是一個LEAGUE 算是一個聯盟 然後大家互相打 然後會選出一個 當年的冠軍嘛 然後 妳只要打六大學野球 東大然後就會 再控格就會出現 姨拉奈 就是一樣 因為其實早 早大是有提爆聲的 早大 所以早大一直都很強 清營也蠻強的 那東大一直沒有提爆聲 所以 那當然 應該一直都很弱 所以實力上來說 就是妳從小就只念那個 跟 妳還要邊唸書 然後還要邊打球 當然是不一樣的 對啊 所以 因為實力太差 導致被其他的 學校嫌棄 嫌棄跟輸了 就說 甚至輸了就說是一生的痴 對 Sports Suizen 日本高中或大學 有所謂的 水仙入学 其中憑藉才藝入學的是 Ijige入學 而憑藉 體育成績入學的 則是 Sports Suizen 但是妳要補充一下 妳覺得很交光 過程 要排名嗎 可是我跟了一個 上智人結婚 大家都說 好啊 好上智 大家要推薦 跟上智的男人 沒有 上智的男人都很奇怪 他自己都說很奇怪了 他 然後那個 因為這兩位是東大 他們兩個都 在東大一直受到很多的絕疾 對 就怕他 而且大家以為日本的男生 很必須沒有 他們就是一上來 就跟他說 那我跟你約 然後第一次吃完餐 就跟他說他喜歡他 這樣子 就是整個進展很快 然後就被甩 因為不合啦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 可以來東大命運看 說一定還不錯 好啦 聊太久了 好 那就到這邊 那那個KIDA的粉絲你滿意了嗎 他來了 對 我有出現一下 他來了 好 我們會不定時的Q他來的 好 掰掰